原警发现事件货车就在眼前 鸣笛失忆驾驶下车不料下一秒 蓝色小货车一秒油门催漏气加速逃逸 嫌犯车阵中高速穿梭 为了甩掉原警追捕 不断刻意跨越车道行驶 最后发现车流太多动弹不得 立刻打开车门猛撞原警 汽车后拔腿狂奔 两名原警紧追载后 一旁热心计程车司机跟机车骑士 见状立刻追了上去 帮忙拦截包抄 事发在21号晚间9点50分 桃园中正路口 警方接获报案 一名车主发现这截小货车失窃 原来是被这名黄姓妾嫌给偷走的 并在15分钟内将学犯弃捕到案 全案依法依请侦办 妾嫌恐怕也没想到偷车不到15分钟 就被原警逮个正着 即便冲撞原警 还有热心民众一同加入抓载行列 让他锒铛鲁鱼 解读奖王健贵宣 台湾探訪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